7月27日下午在香港警方明确发出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 仍有部分人士前往元朗地区举行非法游行集会 阻塞道路交通 少数极端分子冲击警方隔离防线 故意寻衅滋事 此前的7月21日在元朗地铁站 有人与示威者发生冲突 随即示威者在网上扬言要进行报复活动 鉴于此 香港警方在7月25日对示威者申请在元朗游行 发出反对通知书 认为有发生冲突的风险不允许举行游行 但反对派不顾警方反对 仍然号召举行游行集会 在当天下午的集会中 有非法示威者主动挑衅警方 反复冲击警方防线 向警方投掷砖头石块等供击物 还有非法示威者包围及破坏道路上的警车 车上警务人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非法游行集会期间 警方多次警告示威者 这是非法集会 呼喊非法示威者立即撤离 晚上时时许 警方果断采取清场措施 驱散滞留的非法示威者 在执法过程中 面对挑衅 香港警方始终保持克制 依法处置 专业理性 表现得当 香港警方再次重申 有关人士已经违反香港公安条例中 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罪行 最高刑法是监禁五年 香港特区政府对于在警方发出禁止公众集会 及反对公众游行通知的情况下 有香港市民仍在元朗游行和集会深表遗憾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虽然游行及集会属违法 为确保安全 政府在7月27日当天 已经做出一切可行部署 包括特别交通安排 发言人指出 游行后部分激进示威者暴力冲击警方防线 破坏警车及堵塞街道 政府对于示威者 虚意破坏社会安宁 挑战法律予以强烈谴责 警方会严肃跟进 参与暴力行动的示威者